张瑞雄咨询周万来这一段 其实在网路上整个也炸开了 很多网友看到都非常傻眼 说抹黑院长不成就找秘书长出气 还有监督立院比监督行政院还要用力 但是全程我们看到周万来 倒都是礼貌微笑 亮哥 张瑞雄实际上这个问题 本来跟韩国瑜是没有关系的 这跟国会改革比较有关 可是因为他对周万来动怒 人家就会联想到韩国瑜 不是 因为他有点韩国瑜 他说你笨到没有跟院长提醒 一时规则从以前到现在都同一本 没有一个院长出错 你为什么他会出错 你当秘书长失职 这个也是在讲周万来本人 这个就是 周万来就是没有提醒 这个还引起另外一个事件 也是绿媒说谎 因为绿媒说他有 然后韩国瑜不听 对 对不对 后来周万来在内部协调的时候 就说他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要倒过来责怪周万来 事实上周万来即使有劝 韩国瑜不一定会尊重 他可能会觉得 不要让陈建仁等太久 对不对 因为那天的主角是陈建仁 他是总质询 这也不是周万来能决定的 那主要是周万来讲说 那可以去看他念的哪一本书 他写的哪一本书这样 其实那个 庄瑞雄会这样回应 我也有点意外 因为他也蛮老鸟 他说我也是会生气的 对啊 那我难以想象他会对周万来生气 我也觉得 他说如果其他委员就不客气开骂了 讲很严重 礼貌周万来也不会得分 因为他就是那个样子 他就是丝丝纹纹 慢调失礼 始终坚持专业那个样子 所以 你去责怪他没有跟韩国瑜提醒 也不会得分 因为 按照规定 按照规定周万来没有必要提醒 对不对 那你除非你事先 有去拜托秘书长 对 那就是个别委员的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他也不会从这边就发作到韩国瑜身上 这个庄瑞雄也蛮鬼零精的 所以他就是就这件事这样论而已 我认为这件事烧不开了 烧不开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绿营 基本上扯韩国瑜 现在已经没有立委在跳出来了 现在是媒体还在做文章 或是彻翼吧 对啊 那个刻意去做文章 那也只是因为他最近也不知道要谈什么 因为他也不能像中天这样去追 海上金门海域的危机高涨这种问题 对不对 那我觉得三历真的是找不到新闻草 所以就继续绕在这里 因为其他的议题对他们都不利 那新的也不知道在干嘛 萧美琴去欧洲也不敢讲大话 都不敢 所以找不到题目 就是有这个味道 像中天 中天可以做的新闻多得很 对他们也不会讲NCC已经连十六百 不会啦 不会啦 就是最近所有的新闻对民进党都是不利的 这也不是只有NCC 那个一样薛瑞源 王美花 一大堆 太多新闻了 通通都是对他们不利的 还有陈宗燕 是啊 那个陈董 对不对 小云 所以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做新闻 所以才会又扯回来这样 那其实其他的媒体不会陷入这么大的困局 因为题目那么多 你怎么还在扯韩国瑜呢 就变得很可笑这样 洪生汉大概是所有民党立委 在这一波来讲是最晚下车的 以至于他之前连续七次翻车 黄阳明怎么形容呢 他说从这一次直询开天窗事件 洪生汉多日来还坚称自己没有迟到 看得出来一个社运出身的政治素人 短短四年民进党就培育成 擅长零制兼模式 什么叫做零制兼模式 就是不断的颠倒是非 死不认错 而这个郑春琪老师 因为他是社运出身 他说当年看到洪生汉出道 社运搞环保还不错 但后来站到环保署那边 帮政府讲话就越来越不像样 歪掉了 这真的是说重话 不过说到了洪生汉 我也必须说这两天 我特别去留意了一下 这两天他完全闭嘴了 也有可能是党内对他下了风口令 倒是一开始的时候 最早最早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 按照惯例 总织长应该就是由立法院长来接 这次当然是韩国瑜 可是最早也是洪生汉 在那边卡韩 在那边黑韩 反正现在这个进度如何呢 核实韩国瑜接民主基金会 我们来看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说由于上任的董事长 前例把院长辞职 所以民主基金会需要先补选 那接下来必须看 未来的董事长能提供什么时间 所以目前还在跟韩国瑜沟通 好 民主基金会还有变数吗 汉婷 先讲洪生汉说他最近闭嘴 某种程度上我要先说 我接下来是属于叫人身攻击 你怎么先这样子搞这一招 要先讲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他闭嘴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像有一次我跟他在友台 他就坐我旁边 他的口气实在是太重了 让我在一边上节目的时候 然后我在谈话的时候 你看他在讲 然后我就会闻到很刺鼻的味道 所以我认为他闭嘴 可能对他身边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那你看这就不是一个就事论事 这是一个属于人身上的批评 那单位是为了他的口腔健康 这个早想 早想 那再来下面呢 我们就看到民主基金董事会 那当然你看我们有立委 现在能够问到吴钊燮 就能够得到一个稍微 稍微不具体的答案 他竟然呢 把这个责任甩锅给了韩国瑜 我觉得这应该要继续去调 那请问一下你们在何年何月何日 发了什么样的文件 询问韩国瑜有没有具体的时间 这个应该是有公文记录的吧 对吧 你说我们要问韩国瑜的时间 那请问你问了吗 你问了几次呢 那韩国瑜有没有回复呢 那目前的进度到哪里呢 这些应该是民主基金会 以及外交部有所掌握的 那再来一个 我觉得没有问到 就是那一次的突然更改 董事的名单 从五席转为四席 你们没有召开任何的董事会 也没有召开任何的会议 为什么可以擅自更改这个名单 这权力又是谁赋予的 四席变五席 他自己写五席嘛 对对对 本来是四席 然后他自己变成五席 后来被发现了之后 又改回成为四席 后来小编说 这个所谓的不小心打错字 但根本不是打错字的问题 而是你没有权利擅自更动 你要更动这个席次 你要开会啊 但是没有开任何的会 这些都是应该要继续追问 尤其是当吴钊燮说 我们要问韩国瑜的时候 那就要问 那过去到现在 韩国瑜已经确认 当院长到现在也一个月了 请问这一个月的时间 你做了什么 如果没有做的话 就是失职啊 所以这才是接下来要批判的 那如果民进党再拖 我也觉得没关系 因为如果继续拖的话 不上任也无妨 因为那就是不要去配合 民进党外交部的 所谓的对美外交 我们先前也多次谈到 他本来就是美国的一个傀儡组织 那么另外呢 就韩国瑜不上任的话 这个所有的基金预算 就通通都冻结 也不要再成为民进党的小金户 那把这些钱拿去给什么 沈博洋的团体啦 游席坤儿子的团体啦 这些都不需要 所以迟迟不接任 我反倒认为是美式一桩 不如另外 这是通过一个特别条例 另外再成立两岸复兴基金会 那反而是更大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